那这么一门行当 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呢 那你要说这话那就早了 咱们都知道 东汉时期出土的 有一个著名的雕塑 就这个击鼓说唱勇 这就是评书的最早的这个起源 但是有史料记载的 还是从这个北宋时期吧 取义大兴 当时呢 南来北往的这些民间艺人们 纷纷到这个京城 卖艺 讲史的 说京的 满大街都是 说白了就是讲故事 只不过内容不一样 到了南宋 出了一个叫史惠英先生 他呢经常到这个孝宗皇帝赵慎那儿啊 做这个御前表演 你琢磨琢磨一个说书的 能熬到皇帝身边 那也算是祖坟冒清烟了 这也算是摧发了这个行当的 更加的兴盛 等到了元明两代 出类拔萃的艺人那就更多了 据说那时候流传下来的画本 多达十六种 说书先生呢 也是空前的吃香 是吧 咱们现在熟悉的啊 《水浒传》呢 《隋唐演绎》啊 在当时呢 也是红极一时 那你要说名声大 还得提到一个人 就是号称柳麻子的柳静廷啊 他也被现在的评书演员呢 奉为开山鼻祖 祖师爷 据说呀 他说书六十载 南道绍兴 西日武昌 北道北京 可以说 红遍了大半个中国 过去评书这个行当 那是跑江湖 吃的是张口饭 以前哪有人说 给你发固定工夫资啊 所以说这帮说书人呢 就想办法壮大自己队伍 提高知名度 就这样 在北方 以北京天津为重镇 南方也有 南方是以扬州苏航为中心 这评书啊 这个行当就活起来了 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吗 形容评书的这个风行 叫九旗戏谷天桥市 多少游人不回家 那咱们从古说到今 上世纪到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收音机这个玩意儿 给评书开创了 新的一个江湖 咱就不说别的地方啊 沈阳城里这个电台 纳着走马灯似的 播放各位艺术家表演的 什么东北大鼓啊 包括长篇评书 七八十年代那是风行一时 突然有这么一天 收音机里边 突然响起一个 哑嗓子的声音 听这声啊 就感觉这演员 好像非常的苍老 但是呢 他这种味道 他这特殊味道的随唐演绎 听完以后就让你停不下来 沈兄姓是陆林的总漂坝子 管的是大学朝九省 所有的陆林道 他是头子总漂坝子 坐地分赃 二八下仗 杀赃棍 除恶霸 除暴安良 那是杨当当的英雄好汉 这播讲的人 就是善田芳先生 当时啊 每回一到善田芳先生书场的时候 大股呢 就赶紧的 搬个小板凳 手在收音机跟前 啥也不干了 就等着听他这评书 更新 听 听